本视频属于编外书童 未经允许 请勿搬运 望线 风月不相关第22集 急冲一把抱住蓝望鸡 沉声道 我做事从来无愧于人 但这次我真的感觉对不起你和孩子 蓝望鸡拍拍他的背说道 你没有对不起我 成亲前我就知道你是怎样的人 这样的结果是我心甘情愿接受的 至于孩子 他只会以你为荣 不会怪你的 两人互相倾诉了一番 急冲就赶紧让蓝望鸡休息了 毕竟他现在有孕在身 还是要多休息的 第二天两人就一起去了陈王府 吃完饭后 默然和急冲在书房谈试 谢远就把蓝望鸡叫进了自己的房间 望鸡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不好过 但你得振作一点 你还有孩子需要照顾 谢远看蓝望鸡神情又撕开倒道 蓝望鸡摸了摸肚子 说句不好的话 这个孩子来得不是时候 不然我就可以和冲哥哥一起去墨西了 谢远急忙道 旺鸡你可不要做什么想不开的事 蓝望鸡看谢远着急 忙道 爹爹放心 我不会对小家伙做什么的 只是感叹一下而已 谢远松了一口气 那就好 这是李家的血脉 他们家人都重情 子嗣单薄 你可要好好保护他 我知道 我也很爱他的 会好好保护他的 蓝望鸡盯着自己的肚子说 另外关于墨西军的事 你也要和急冲说一下 我这边也会送信过去 相信这次我不在 他们也能好好合作的 谢远倒不是怕他们不配合 只是少了连接点效果 会打折扣的 好 我今天回去就和冲哥哥商量这件事 蓝望鸡也明白跌跌的担心 说完了正是谢远又教导了一些蓝望鸡 关于怀孕的注意事项 直到急冲过来 接人他才停下来 两人回到王府后 急冲开始安排一些事 他不在的时候 他最担心的就是蓝望鸡 所以他必须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看到急冲忙里忙外的 蓝望鸡就多问了一句 他在干嘛 我到时候会让一部分人 留在王府保护你 另外你如果有什么事 也可以去找寻防营的李达将军 急冲把安排一一说道 蓝望鸡却觉得不妥 我在皇城能有什么危险 他们还是去保护你吧 再说了我真有什么事 府里还有府兵 还有父王和爹爹他们在呢 所以你真的不用太担心我 蓝望鸡知道急冲的亲卫兵都很厉害 但他觉得比起自己来 确实是急冲比较需要他们 只是后来发生的事让他后悔没有接受急冲的安排 但现在他心里只担心着急冲 根本没想那么多 因为墨西那边情况不明 朝廷决定还是尽快让急冲去墨西主持大局 所以时间定得很赶 五天后就要出发了 在这之前他还得交接好寻防营的事 蓝望鸡看急冲那么忙自己反倒猛猛的 好像没什么事可以做 但自己又很焦虑 每天都坐立不安 他很担心急冲 又不敢表露得太明显 怕他心里有太多牵挂 终于在出发的前一天 急冲把事情都忙好了 他可以好好陪陪蓝望鸡了 两人哪都没去 就在王府待着 一起吃饭 然后手牵着手在王府里散步 累了就依偎着坐下来休息 他们只说一些家常的话 绝口不提分别的事 晚上睡觉时 蓝望鸡把自己的前墨西军令牌交给了急冲 希望能对他有点帮助 急冲走的那天起得特别早 他看蓝望鸡还在睡 也没有叫他 只亲了下他的额头就随军队出发了 其实蓝望鸡没有睡得那么踏实 急冲起来的时候他也醒了 只是他感觉到了急冲的小心翼翼 所以故意装睡 就是不想让他担心自己 等急冲出了王府后 他马上就起来了 急冲出发之前要先去宫里一趟 蓝望鸡饭都没吃 急忙跑到临街的酒楼 二楼去占了个包间 没多久急冲 就带着一支军队从街上走过 急冲穿着威武的将军服 骑着高头大马走在最面前 蓝望鸡看着他心里默默祈祷 希望他们的愿望都能成真 直到再也看不到队伍的影子了 自追才开始劝蓝望鸡回去吃饭 等待的日子是最难熬的 特别是正在战场上 应用杀敌保家卫国的将士们的家眷 蓝望鸡知道自己得保持心情平静 不然对孩子不太好 但他实在做不到 特别是急冲刚走那几天 他每天一个人睡觉都睡不着 后来他只能点着安神香睡觉 急冲走后三个月终于有消息来了 漠然第一时间就把蓝望鸡接到了陈王府 望鸡 这只是第一场捷报 但你也不要太担心 亚历部落这次是联合了几个部落 一起和大魏发难 意在好处 有急冲在应该没问题的 漠然简单地和蓝望鸡 讲了一下墨西现在的情况 蓝望鸡听了后却眉头紧皱 其实这种情况是最不好应付的 还不如痛痛快快大打一场 嗯 我知道了 为了不让父王和爹爹担心 蓝望鸡并没有说出自己的想法 谢远怕蓝望鸡一个人难过 又留他住了几天 蓝望鸡的肚子快六个月了 虽然没到吃力的程度 但还是会有些不便 所以他很少出门 除了陈王府就一直在家待着 这天蓝望鸡正坐着马车 从陈王府回家 突然路上被堵了 王军 是皇后娘娘和太子殿下出行 去武陵山给陛下祈福 所以御林军直接封路了 可能要等一会儿才能过去了 思追打听清楚了 就回来和蓝望鸡回避 没事 你找个不行目的地方等着吧 蓝望鸡不想和那伙人碰到 只能尽量回避 嗯 我知道了 思追也不喜欢那伙人 他自然明白蓝望鸡的意思 只是街上人太多了 马车也多 根本找不到隐蔽一点的地方 停好马车后 蓝望鸡就开始闭目养神 不一会儿吵闹声越来越大了 突然蓝望鸡好像听见了 有点熟悉的声音 他仔细回想了一下 才想起来是玄夜 当时在东宫里 他是唯一一个对蓝望鸡 有着善意的人 当然蓝望鸡对他也很好 人都是相互的 而另一头魏无羡有点烦躁 皇帝陛下生病 他作为太子和皇后一起去为陛下祈福是应该的 但张皇后要魏无羡带着家眷一起 魏无羡本来只想着带一个金字轩就好了 结果皇后说皇孙魏松也要去 没办法那就只好再加一个玄良帝 因为那孩子年纪小根本离不开母亲 只是出发的时候皇后和金字轩坐一个马车 玄良帝和孩子一个马车 魏无羡自己骑马 但皇后偏要把魏松弄到他的马车上去 说是想趁着这个机会好好亲近亲近 只是魏松根本就不给他面子 在马车里一顿哭闹 玄良帝听到儿子的哭声连忙求魏无羡把儿子接回来 金字轩又在旁边煽风点火 皇后就更不带见玄良帝了 而且也不肯把魏松还给他 就是因为这点事闹起来了 魏松养得好 哭声也大 玄良帝心疼儿子 又没办法只好边哭边求魏无羡 但魏无羡说不通自己母后 心情也烦躁得很 蓝忘机轻轻掀骑马车的帘子 看了一下玄良帝 他正跪在地上看着皇后的马车 魏无羡就站在他的身旁 蓝忘机不想惹事赶紧缩回马车里 只是他身边的人魏无羡和玄良帝都熟悉 没一会儿玄良帝就看到了几步远的蓝忘机的马车 他之所以这么确认是因为私追和碧雨在外面 臣妾见过川王军 蓝忘机一听到这声音就头痛 没办法该来的躲不掉 蓝忘机先开门帘在私追的搀扶下下车了 玄良帝还维持着给他行礼的姿势 其实按道理讲他是不用和蓝忘机行礼的 他是太子殿下的家眷 就算不是正事那也算是皇室的人 而他虽然是王军但终究是臣子 玄良帝找我何事 蓝忘机语气不是很好 刚好被跟过来的魏无羡听到了 民夫见过太子殿下 既然都出来了就肯定要和魏无羡行礼的 魏无羡看着蓝忘机的肚子眉头紧皱 没事川王军这是回府吗 回太子殿下正事 蓝忘机也不想管他们的事 那你小心点 我们马上就走 魏无羡说完表情不善地看了玄良帝一眼 玄良帝害怕只好乖乖跟着走了 魏无羡知道玄良帝的意图 但他不高兴的是有人拿这件事拿捏他 特别是在蓝忘机面前